这个小伙子到底有多牛逼 别人18岁时不是王子的时机 小伙子却打到了书 自己的说实区 这个小伙子叫艾克 喜欢建造和陶克 有了石头和文材 秘密基督等着他 虽然每块石头都是不规格形状 但艾克硬是把他们安排的相得益彰 仿佛天生就该如此 没多大会功 艾克就一口气 把低机垒出来 这垒墙的手艺真是挺呱呱 随后去附近开始收集木材 找到一棵十年以上的松树 拿起战略就开工 不得不说艾克眼光夺克 像这种挺拔凸壮的原木 他一口气挣脱了石来的 随后拿出家床瓜胡刀 给大树做一下那个清洁 在艾克的目的下 很快这颗金状的垫木 露出了娇滴滴的生态 艾克用同样的手法 打造了四根 把原木本别摆放在周围的地基上 而交界的位置 则是凿数不合适的凹槽 每一个木头准确地交接在一起 只有防环相扣才能相心相爱 接着艾克点燃钩 把原木放在上面做碳化处理 这样可以很好地 起到防腐防潮的功效 一些使用寿命也会延长很多 等烧到飞不溜秋的时候 他就开始给地固做安全